正在开议的欧洲议会在4月18号的时候 特别召开了一个主要辩论会 主要辩论会它的主题就是欧盟与台湾的关系 也就是在整个欧盟与中国大陆的大关系架构下 要怎么样处理台湾的关系 这个主要辩论会它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 它主要是让各个党派的欧洲议会成员 可以在这一个三个小时左右的主要辩论会里面畅所预言 而且它也邀请到了欧洲联盟的行政官员到会场做报告 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把欧洲议会与欧洲行政官员 他们在这场主要辩论会的发言内容很快的回顾一下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欧洲议会或者欧盟整体而言 对于台湾目前的立场大概是什么 首先在欧洲议会它自己本身 欧洲议会它目前有705位欧洲议会议员 主要是由全欧洲基本上是从普选而来 但是每个国家的选制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些欧洲议会里面的政党也不一定是各个欧洲国家里面的政党 它也可能是好几个国家的政党联合起来 专门组成一个为欧洲议会而成立的政党 总之在欧洲议会里面 它的705位的国会议员 欧洲议会议员里面 原则上它的权利应该没有像大部分在各自国家的这种国家议会的议员权利来得大 那这一次欧洲议会的主要辩论有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等等相关的议题 是由欧洲议会他们的议员提出来之后 邀请各方愿意参加的就在里面登记发言 大部分参与的大概70位左右的欧洲议会议员里面 大部分当然都是支持台湾 而且希望不要有任何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的事实 同时欧洲议会也很清楚地表达了 反对侵略 反对强凌弱的一个欧洲价值 这点我觉得中华民国从过去 陈水扁一直到马英九 然后到现在蔡英文三位总统执政 欧洲议会在这方面 其实对于中华民国的表现的道德上的支持 其实意志不弱 另外欧洲议会 它在这样的一个设计里面 其实也是凸显了 欧洲议会对于欧盟所谓对中政策的关切 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最近这几年 美国与中国大陆战略竞争加剧的缘故 另外一个静音 当然就是在疫情逐渐结束之后 慢慢看到了欧洲国家一些领导人物 逐渐的到北京去访问 这也呈现了欧盟里面本来就是一个 整体但是意见不一致的 一个很大型的政治集合体 它这样的一个特色 所以欧洲议会的有些议员也认为说 欧洲应该对于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 要有一定的一致性 不能够让各个国家既参加欧盟 但是当他们在处理对中国大陆关系的时候 又有自己另外一套的说法 让外界觉得欧盟似乎对于中国大陆 不是一筹莫展 那么就是政策混乱 可是欧盟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比较复杂性的一个特性在 所以欧洲议会它展开了这场主要的辩论 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主要的辩论 可以大家交换意见 厘清一些相关的事实 或者各自各方的顾虑 当然欧洲整体而言 认为台湾与欧洲是更亲近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在欧洲行政官员的发言 特别是欧洲联盟的这些行政官员的发言里面 他们动不动还是讲 欧洲会继续遵守执行它的一中政策 换言之 就是欧洲大陆虽然说对台湾同情 但是那一个限制 也就是一中政策 仍然存在 那这个一中政策 相对而言 它解释的方向应该是对北京比较有利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粗浅 但是或许是很贴切的结论 也就是欧洲整体而言 对于台湾的道德的支持是增加的 但是因为跟中国大陆这么复杂 这么相互依赖的关系 所以欧洲大陆 它在考虑到经济 这些经贸交流的时候 它必须对于像对台湾的这些相关的政策 特别是在欧盟的行政部门里面 它必须要有所限制 这里就是我们看到了为什么 欧洲联盟跟台湾在一些相关的 经济合作的协议方面 有时候推动确实不太容易 特别很多的阻力似乎是来自 欧洲的理事会 或者是欧盟的职委会等等 这些都是台湾未来必须要 层层突破的重要关卡 可是台湾在欧洲 到底要不能够得到 这些道德支持以外 更多的实质支持 我觉得欧洲议会当然是不够的 也必须要让欧盟职委会 或者是欧盟理事会 这些行政官员组成的单位了解 台湾与欧盟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台湾不只需要他们的道德支持 而且更需要他们更进一步的实质支持 台湾与欧洲的关系 才能够更上一层楼